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胡春華舊部遭調查 內蒙官場神秘招待所被接 6月3日 中共內蒙古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王波被調查 前中共官員杜汶透露 王波是內蒙古前書記胡春華欣賞的舊部親信 而內蒙古近年來落馬的高官多與胡春華有關 杜汶還披露王波任內 在赤峰國安局設有神秘招待所 中共中紀委三日通報 內蒙古人大常委會前黨組副書記 副主任王波落馬 現年66歲的王波早年曾在內蒙古赤峰任職 先後任赤峰市委常委 副市長 副書記等職 流亡歐洲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事前 執行主任杜汶6月3日在其YouTube視頻節目中表示 王波的秘書小段在10年前出世 王波的膽子很大 他的弟弟王濤是一名地產開發商 膽子更大 我一直很奇怪他為什麼沒有出世 結果靴子還是落地了 杜汶透露 由於王波是胡春華舊部 他為胡感到擔憂 而盤點內蒙古近年來的落馬高官 多與胡春華有關 胡在內蒙古大膽提拔的舊部損兵折降 正在朝著全軍覆沒大踏步前進 據稱 當時胡非常欣賞王波 他先把王波弄到忽視當市長 接著又把八蒙的書記納順孟河也弄過去 意在在呼和浩特複製巴雁納爾市政建設經驗 胡春華於2009年至2012年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 杜汶表示 胡春華任內 王波在2011年從忽視副市長的位子上 直接出任自治區副主席 王波一直想去外省混個常委或者省長當當 但是未能如願 杜汶還透露 王波當年在赤峰任職時 在赤峰市國家安全局後院有個招待所 共計兩層 一樓是廚房和雅間餐廳 樓上有十多間客房 這裡配有高級廚師 陳年好久 和二十多名各類美女服務員 例如 景前台就有四名女服務員 他們完全無所事事 一個月也沒有幾個客人 那裡可不得了 那個招待所裡美女如雲 低調神秘 那是王波的手筆 近年落馬的官員多被通報設違規出入私人會所 還有一些官辦的招待所 基本上是全錢交易 全色交易的方便之地 習近平當局對內蒙古進行腐敗倒查二十年 已有上千官員被立案 其中至少包括五名不及高官 當中也有胡的舊部 胡春華過去在內蒙古的副手 後任山西政協主席的李佳 在中共二十大前的2022年8月被免職降級 李佳的罪狀之一是在黨內選舉中 搞變相拉票等非組織活動 而所謂拉票是十八大之前 李佳在內蒙古黨委任職的事 當時的內蒙古黨委書記是胡春華 李佳是組織部長 並先後任黨委常委 副書記 時評人士高新當時分析說 在二十大召開前夕 中紀委扯出一件十年前的事情做文章 顯然是別有用心 對李佳的處罰雖然很輕 但畢竟是處罰 俗話說打狗欺主 整李佳莫不是敲打胡春華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出爐 胡春華為進入政治局 這被認為是習近平清洗團派的一部分 下面請聽大紀元專題部記者趙斌 寧新採訪報導 三中全會前夕釋放何種信號 專家解讀當局路線 近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山東舉行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這次會議被視為習當局首次為7月將舉行的三中全會 就未來經濟走向對外界釋放信號 當局邀請了市場派經濟學家周其仁出席 引發外界各種解讀 有專家認為習近平不會走市場化的道路 他還是要搞計劃經濟 並以文革模式管控社會 試圖以此方式來保政權和躲過危機 中共三中全會是制定未來重大經濟決策的會議 按照慣例 在會前的幾個月 中共最高層會通過媒體或者在某些場合的講話 不斷對外界釋放三中全會的主題方向等信號 以此試探外界的反應 同時對會議的議題做出相應調整 這次山東的座談會被稱為市場派 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人受邀出席 成外界關注焦點 專家 席貨及改革名義 搞計劃經濟 有文章《周其人成為座上賓釋放什麼信號》 在網絡上流傳 文中先強調了周其人偏右的私有化主張 又列舉了周其人的偶像科斯的市場化觀點 得出結論 周其人成為座上賓 意味著深化市場化改革將繼續推進 不過 華裔經濟學者李恆青對大紀元表示 有人稱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要放大招 這次他可能真有大招 但他是要重回文革 搞計劃經濟 以此躲過當下的各種危機 習近平一定會回到文革的狀態 但他不會用文革的字眼 他一定會以改革開放新時代等非常正面的詞去包裝 但實際內容一定是強調黨的領導 退回到計劃經濟模式 一切都是為了保政權 李恆青說 一切都按計劃經濟模式 就能逼迫老百姓不敢提生活保障 不敢用市場經濟模式向銀行提取存款 不敢向倒閉的銀行要賠償 中共可以拖延十年再還錢等等 你要反抗 河南村鎮銀行取款事件就是前車之鑒 風橋經驗將大行其道 以此威逼中國人就範 從而化解包括金融危機等各方面危機 評論人士蔡勝坤對大紀元也表達了相同看法 他說 我不認為三中全會將出現大的逆轉 朝著市場經濟方向重新調整 因為他習近平現在骨子裡是要回到計劃經濟上去 無論是現在開始的戰爭動員 還是挑釁整個國際社會 與自由民主世界作對 同時與獨裁極權國家眉來眼去 各種跡象顯示 他是想把這個國家一步步地往過去的計劃經濟方向了 這次三中全會本應在去年10月召開 直至近期才公布於7月舉行 被異常地推遲了9個月之久 其背後原因 外界認為中國現在政治、外交、經濟等各方面遭遇困境 特別是房地產暴雷後 經濟急速衰退 令當局無法拿出阻止經濟快速下跌的有效政策 蔡盛坤5月27日在X平臺披露 某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危機 來自中央的轉移支付 已不能得到保障 將面臨無法發放公務員薪水、養老金等嚴峻的現實問題 蔡盛坤說 一名中部地區農業大縣的老稅務人員透露 今年前四個月才完成稅收1200多萬元 全縣公務員1萬多人 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每年30多億元人民幣 經常出現支付困難 這個縣原本有幾家陶瓷廠、水泥廠 每年還能貢獻幾千萬稅收 如今都倒閉了 一分錢的稅收都沒有了 房地產暴雷後 曾經靠賣地最多時有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收入 現在也沒有了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 退休人員拿不到養老金 公務員薪水也沒辦法發放了 蔡慎坤用一夜之秋 形容該地區縣政府面臨的嚴峻現實 所映射出的中共地方政府正面臨的困境 這個帖子在兩天內超過110萬人瀏覽 並被大量轉發和評論 有評論說這是必然發生的結果 一直在擊鼓傳花 就看誰接手 中共國的苦日才剛開始 終會有一天再度出現類似三年饥荒的慘烈場景 忙二習近平繼續掌舵 這時間不會太遠 蔡慎坤對大紀元表示 如此多的人關注帖子 我覺得主要是國內人翻牆出來瀏覽 評論 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問題能反映出國內諸多問題 尤其是體制內的人 他們都深切感受到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這個政策繼續下去 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他解釋說 中國依靠財政收入養家糊口的公務員約有1億人左右 支撐這麼龐大的人群全靠稅收 過去幾十年 70%至80%的地方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是賣地收入 這就是所謂的土地財政 但是房地產泡沫破滅後 情況急劇惡化 今年下半年地方政府的財政會更加艱難 城投公司轉型成國企發境外債 中共地方政府賣地收入急劇下跌 與此相關的各地城投公司融資也陷入困境 近日 這些城投公司開始改頭換面 通過收購 合併公司資產 成立新公司等方式轉型成國企 並以國企身份發行境外債進行融資 以七位地方政府遭遇的財政困境解套 據商業查詢平臺天眼查數據顯示 自2024年1月1日至5月20日 中國各地新成立的400多家國有企業中 業務涉及產業投資產業發展的企業數量 共有75家 據其調查發現 中國多地城投公司轉為產業類國企 原因在於各地城投公司融資陷入困境 轉型為產業類國企 可避開城投身份在公開市場融資 任職於山東一家城投公司的張斌稱 新成立的產業類公司會由國資控股 與城投平臺之間沒有股權關係 但還是由城投公司負責實際運營 他還稱 因融資受限 集團今年新成立一家產業投資公司 將上百億的經營性資產移轉到新公司 用來融資 產投公司正在評級 基本能拿到AA加評級 然後發債 城投公司是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簡稱 起源於1991年 從法律上 政府是不能夠向銀行進行貸款投資於基建 開發賺錢的 於是中共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 配合地方政府集資融資 李恒青表示 房地產爆雷之後 城投公司也基本破產了 現在變身成國企去招商 以較高利息去融資 很容易欺騙境外的投資者 他解釋 過去外國投資者 對中國公司的經營狀況的判斷 主要依靠在中國的禁止調查公司提供的資訊 但是中共修改《反間諜法》後 多家歐美的這類禁止調查公司 對中共查封 都相繼撤離了中國 境外投資者 現在就變成盲人騎瞎馬 對中國公司的情況都不了解了 只能看中共政府提供的這些虛假數字 在較高的利息誘惑下 就有投資者上當 另一方面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是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無法迴避的問題 也成外界的關注焦點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5月31日發布數據稱 5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降至49.5 不僅低於融庫分界線50 也低於4月份的50.4 以及分析師預測的50.5 有分析指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持續下跌 與近期中國出口低迷有關 李恒青表示 中國經濟 政治 社會 要走出困境的唯一解藥 就是市場化 法治化 把習近平的權力 把中共政權的權力關進籠子裡 在一個新的平台上 才有可能解決中國的各種危機 但是習近平害怕因此失去政權 他把李自成的塑像都從北京搬走了 證明他非常害怕寓言說的 他會像明朝崇祯皇帝那樣 成為中共紅朝的亡國之君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 六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 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人參灶代 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謝謝